波蘭邊境內遭到飛彈波及 導致兩人死亡 而依照北大西洋公約第五條 北約會員國遭受到攻擊 將會觸發集體自衛行動 這也是這次事件 會引發國際高度關注的原因 美國總統拜登 除了跟G7 還有北約領袖召開競技會議 也表示出版飛彈不太可能 從俄羅斯發射 波蘭政府也強調 飛彈來源有待確認 所以看得出 美國和西方都無意升高 與俄國的衝突 而國內的軍事專家也研判 這起事件會啟動北約 集體防衛參戰的機率相當低 俄烏戰爭局勢升溫 俄羅斯發射上百枚飛彈 攻擊烏克蘭大臣 跟人員設施 傳出有飛彈落入波蘭境內 導致兩人死亡 波蘭證實是遏制飛彈 無外交部表達強烈譴責 任何以武力攻擊 烏克蘭及波蘭行徑 敦出立即停止軍事行動 美國總統拜登 除了跟波蘭總統杜達通話 也與七大工業國集團G7 及北約領袖召開緊急會議 目前分析彈道軌道 初判飛彈不太可能 從俄羅斯發射 而俄羅斯跟烏克蘭 都否認與此事有關 外媒美聯社報導指出 可能是烏克蘭發射防空飛彈 反射俄軍空襲 學者蘇紫雲分析 可能是S300飛彈 俄吾軍隊都擁有該飛彈 責任歸屬 還有待調查釐清 情質有點混亂 有的是那個攔截的 波蘭的那個攔截防空飛彈 攔截的那個彈頭 所以現在還是要去確認 S300的射程 不會超過兩百公里 所以排除從俄國本土發射 或者是說烏南地方發射 因為他們沒有俄軍的佔領區 所以這個的確應該不是 俄國發射的沒錯 第二個就是波蘭外長說的 這是二支飛彈 也是真的 因為從殘海可以很清楚的辨別 由於波蘭是北約成員國 這回遭飛彈波及 傳出考慮啟動北約第四條款 當北約成員國在領土完整 政治獨立或安全受到威脅時 在任何一個成員國的提議下 北約各國將進行緊急磋商 但是否觸發北約第五條款 針對任意成員國發動攻擊 均被視為對全體成員國的攻擊 引起國際關注 那如果說最後不幸發現 就是說的確是俄國製飛彈 而且不是S300 是其他系列的長城的 二支飛彈的話 那而且確定是俄國蓄意發射 那可能就會啟動第五條款 就進行集體防衛了 但是我想這個機率是相對是比較小的 拜登曾表明會捍衛北約每寸領土 而北約唯一一次啟用第五條款 因應911恐攻事件 若調查明確指出是俄羅斯飛彈 將是俄烏戰爭中 北約成員國領土首度遭攻擊 蘇紫雲表示 北約才有可能啟用第五條款 記者黃子杰 張子佳 台北報導